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这是章鱼的玩具第三期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尖心剑呢 是这个万代的拼装小玩具 我们为什么要买呢 因为之前看了那个侠盗一号 它在这个剧里面 有这个非常静人的表现 被这个反反军 用绳子缠着三架 这个撞在一起 然后又把星球上面 那个星门给撞废了 搞来搞去的 所以最重要的 其实并不是因为 它在剧里面的表现 因为其实在星战里面 主要是讲的是 人物的剧情嘛 那个这些周边的这些 载具啊 还有说是飞船啊 其实是作为 在设定里面 就是要用到才用到 不像高达是强行为了 卖高达而放高达 就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因为老B在这个 你好能吹啊 又展现了它的技术 好吧好吧 来来先不说 先看看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正面 好正面就是 这个机体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视角 正侧面 正侧面 对 你就要看那个 你看它背后的星空 用的是以前那种 老的那种 道具的那种 哎呀 这也能吹出来 现在的肯定是炫的 简直可怕 好我们看一下 正前面这个 这是002号 对吧 我们买的这块是001号 你这一款出了 一共出了多少款 五款 五款 然后这个002呢 是卢克用的 就是星战最初的这三部曲的 卢克的主角 卢克用的这个XIT 看一下 这边就是刚刚编号 没什么看 这边是编号 好 我们拆开看一下 其实我刚刚 偷偷已经拆了一下 收快利用 好看一下 你们的板件 好 我先看一下这个 人家说明书在这 果然是 还有结石 结石 那里面写了一些 注意事件 不过我也看不懂了 不用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件 你们是日语三级 哎呀呀 忘了走忘了走 看一下这个板件 一共是五块板件 一个黑色板件 剩下来五个白色板件 哎呀 我刚刚也偷偷拆过的 很紧 这个又 往左一点 往前一点 拿出来 好 展示 看一下 这个黑色板件的 其实问题还挺大 那个水纹很严重 看后面白色板件 这个就要看 你看 就是你拿出主要的那个来 你看看主要的 主要两个 这个是底部 你看 就是飞船是从那个 就是底下小飞船 就从里面出来 这个帝国的那个 看表面 就是这个细节 可以看到 就是万代在这里 就是 给他对个胶 能对成 万代就是 非常的展现 他自己的这个 微雕的这个技术 像在高达里面 确实 确实这个系列特别小 对吧 做出来大概就 十几厘米 这个系列 真的特别小 我以前都不知道 有这个系列 就是 发现老B在做 那个 就是美系的产品的时候 就尤其是 星战这个系 他们 特别会利用 他们所有的技术 比方说什么 多色成型 那我们之前制作的 那些白冰 什么的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之前做的白冰 大斯维达 黑五十 他们就是在外甲上 有各种材质的拼接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模型 它在表现的时候 比方说汽车 它的轮固是那种 金属很亮的 然后 车窗玻璃呢 又是一种材质 然后轮胎是一种材质 就几种材质的拼接 然后会达到那种 很真实的感觉 然后 老B呢 就是让 就是这个星战系列的 拼装玩具呢 在 在生产出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达到了 各种材质的区分 然后你拼装出来 就很有效果 好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已经制作完成的 兼兴剑了 老B家的出模呢 还是非常精准 严丝合缝的 给大家看一下特性 我们下一步 就是要进行渗线了 然后选用的渗线液呢 是这个田工家的 灰色渗线液 这个渗线液呢 就是如果放了一段时间 就会沉淀的很厉害 所以喝钱就要摇一摇 然后在里面 还放了一个玻璃的搅拌珠 这样一熬起来 就会方便 来 乐乐 交给你了 撑合一会儿 撑合一会儿 现在可以了吗 好 然后它这个 然后它这个 渗线液呢 还自带着个小刷子 所以很方便 现在就渗线液 现在就渗线好了 过会儿我们等它干 再把擦掉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现在就已经干了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田工 X-20这个溶剂来擦一下 然后就可以完成了 好 大家看 终于完成了 它的分色是不是和电影里 非常的接近呢 因为电影里面就是 就这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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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灰白色 对吧 然后制作的时候 也非常简单 只要剪下来 进行简单的拼装就可以了 我当时花了几分钟 就完成了 不过你不要再贴吧这样说 因为如果说 经常会有小朋友 说我做这个模型只花了 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我是不是很厉害 其实这样是非常心丑的问 会被人喷死的 好吧 然后那个价格方面的话 当时这个款 当时买的时候是38元 淘宝平均价格 也是在40元以内 对吧 左右 非常适合 喜欢小比例模型的人收藏 如果是喜欢星球大战的朋友 还可以去购买 老毕他们还有一个大比例一点的人物 或者是载具的拼装的系列 然后如果再做这个系列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去做002集体了 下一期 它是卢克天行者专用的XE战机 我们本期节目就基本上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欢迎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就多来关注我的B站 或者是优酷视频 好 大家再见 再见